我們先打開來看 你看它的顏色跟它的破損度 還有它裡面有沒有瑕疵 也會太虧 那一般的這樣子的豆子 大概去選一下 然後我之前就有說怎麼選精品對不對 怎麼選 問老闆有沒有在紅豆 通常有在紅豆的 我基本上它都有紅筋 因為它會自己喝 那通常這種品牌比較少的 幾乎沒有 資訊要瞭解多點 為什麼要瞭解多點 我們才知道怎麼樣 才能抽到它適合的位置 例如我舉例 這隻是台灣豆 種在屏東 屏東的海拔高還低 低對不對 屏東海拔低於八百 低於八百 那它的 它這邊豆的 豆子的結構 會比較軟一點點 那比較軟 它又是日曬的 日曬的含水率低 所以你比方是裡面脫水的多 裡面脫水 那又加上它第一台 它的豆子也不軟 它的流速就會比較白 那我可能會用 那我可能會用 九或十 九二的水 來去做 這邊有 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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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七十七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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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的不均勻 這一定有一點事情 它應該是用鍋子炒 鍋子炒 像我們那種的 鍋子炒 為什麼這邊會黑 因為鍋子平的嘛 所以它就平的炒下 另外一面會沒紅手 它炒的不均勻 2500 紅紅紅 你吃到了 中間出的 超好吃 它的豆子很好 像兩隻它 熬得不好 一包都還行 那種醬汁就好差 沒有 這個豆子是雞 然後煮碗之後 1分4分 你來丟我扣分的齁 扣很多分 Sciences 阿姨 阿姨 不能用 Sciences 阿姨 阿姨 沙為 俾泣經濟 向相機的利益 為 到商場中的利益 東西 eni無量 阿姨 如果傾棄 借給 王傻 為 煩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